第八百三十七章 报酬 林栋自密林中走出 然后也是第一眼看见了那些簇拥在一起的古家子弟 他瞥了瞥那些被他们围着的妖兽的尸体 似是知道了什么 只是那脸色依旧没有什么变换 然后步伐转开就欲走向其他地方 林栋 那古烟见状连忙出生 有事吗 林栋看了他一眼 语气依旧是那般的平淡 听得周围那些古家子弟有些牙痒痒 不过转念间 在想到眼前这家伙似乎也是一个隐藏着极深的厉害角色后 又是不得将心中的不爽给安耐下去 这些是你做的 古烟倒是并不介意林栋的态度 手指指了指地面上那些妖兽尸体 模子颇为奇特地盯着他 问道 林栋不知可否 哼 究竟是不是他做的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一旁的古鹰显然是极其不爽林栋这种态度 当即一声冷哼竟是一步跨出 双指并须 一股进风竟是快若闪电般的 对着林栋的胸膛落去 古鹰的出手极其突兀 因此就连古烟都是未能反应过来 想要阻止已是有所不及 古鹰灵力指风迅速地落在林栋胸膛之上 然后进风落出 却是犹如鲸铁 他的这一指 确实连林栋的身体都是未能触动一下 好强的肉体 古鹰的面色也是在此刻有些变化 然后他便是见到林栋那刹那间阴沉下来的面色 当即心童意涵就欲击退 然而 就在他的身形刚退时 林栋的身影已是如同鬼魅一般的出现在了其前方 手掌闪电般的探出 如同鹰爪一般 牢牢地抓向了古鹰修长的脖颈 尽力吞吐间 随手就可葬一缕相魂 周围的人也是被林栋这灵力出手吓了一跳 那古鹰急忙道 林栋 别冲动 古鹰只是鲁莽了一些 并没有坏心 林栋眼神有些阴厉地望着那满脸恐惧的古鹰 眼中若隐若现的杀意 让得他脸颊有一片苍白 平日里因为他的美貌 不少男人都是为其唯命适从 但眼下在林栋的眼中 他这容貌似乎与那地面上的妖兽尸体并没有任何差别 他丝毫不怀疑 此时的林栋是真的想要将其击毙 林栋大哥 一旁的古鹰也是为林栋突然间凌厉冰寒起来的面色吓了一跳 这些天林栋在他的面前一直都是相当和善 这很利的一面 显然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听得古鹰的声音 林栋眼中的阴厉方才略做收敛 目光冰冷地看了一眼满脸恐惧的古鹰 然后随手将其甩开 说道 下次再这样没教养的话 我不介意让你们古家守一个没出息的子弟 古鹰被一些古家子弟接住 雪白的脖镜柱有些发青 显然林栋先前也没有任何怜香心欲 他恐惧地看了林栋一眼 显然是被真正的震慑住了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林栋那种杀意是真的 你果然不是普通人 古鹰有些复杂地盯着林栋说道 那种恐怖的伤势 寻常人根本不可能回复 今天夜里对你们出手的是一名仙福师 应该是魏家的人 林栋看了古鹰一眼 说道 此言一出 不仅古鹰有所变色 周围的哪些古家子弟 面色也是有些难看起来 仙福师那便是相当于生存性的强者 这对于他们而言可算是相当的厉害了 你怎么知道的 古鹰戴眉皱了一下 问道 刚才交过手 林栋淡淡地道 古鹰双眼威宁 一旁的古家子弟 也是错愕地将林栋给盯着 这家伙竟然是能够在和仙福师交手后安然脱身 你们这些人是抢不过魏家的 我看还是尽早地离开玄灵岛吧 林栋道 他此话倒并没有打击的意思 只是古家这些弟子中失利最强的便是古鹰 但也只是半只脚踏入了生玄境 而那魏家 光是魏松便是达到了这一步 更何况 还有着那里林栋都是略敢棘手的心浮尸存在 圣圣玄灵果极难遇见 我们不想放弃 古鹰戴眉微皱 摇了头 道 林栋闻言耸耸肩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反正他也没心思理会这些古家子弟的死活 你们爱干什么就随他们去吧 这样想着 林栋就直接地走向马车 再没有多说的意思 古鹰望着林栋的背影犹豫了一下 突然道 那我们能请你帮忙吗 虽然直到现在他都不清楚林栋的底细 但从今夜的表现来看 林栋显然实力不会弱于他 而且他还与那仙伏师交过手 如果他能够帮忙的话 想来他们这行人的实力也是能够提升许多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 林栋脚步顿下 奇怪地看了一眼古鹰等人 说道 古鹰一致 那些古家子弟更是怒道 我们救了你 那你帮忙也是理所应当的吧 首先我要提醒一句 是小雅救的我 并不是你们救了我 林栋淡淡地道 他虽然在这里混了几天 但却丝毫没有得到来自其他人的照顾 所以他在说这话时 倒是并没有任何的负担 小雅的安全我会负责 他不会出任何的事情 至于其他人还是自求多福吧 我分不出来那么多的心神去保护 古鹰的脸色因为林栋这直白的话有些不太好看 不过 他在想了想后 又是发现 似乎他们真没有对林栋有过过多的照顾 后者不想帮他们 也是情理之中的 那些古家子弟也是面面相去 面色同样是有些不太自然 他们这些天对林栋的漠视 他们心中自然也很清楚 整个营地一时间气氛有点僵硬 那先浮湿的出现 显然给了古家不小的压力 若是不想办法对付的话 恐怕一旦动手起来 他们会吃大亏的 古鹰对油盐不尽的林栋 似乎也是有些头痛 他在想了想后 只能将视线投向古雅 如今这里 林栋似乎也就只对古雅和善一些 古雅见到古鹰的母公 确实有些雀雀的摇摇头 既然林栋不愿意的话 那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古鹰见状 也是愤为无奈 而就在他头痛时 林栋突然转头 说道 要我帮忙 也不是不可以 听得此话 古鹰等人精神都是一阵 目光急忙地看向林栋 不过 我要报仇 就当是你们请我出手 林栋淡淡地道 什么报仇 古鹰睁了一下 寻起谨慎地问道 一万枚悬圆丹 林栋脸庞上似是有着一抹笑容浮现出来 你也太狠了 一万枚悬圆丹 你怎么不去抢啊 周围那些古家子弟的面色也是仗红起来 一个个怒斥道 显然都是认为林栋在狮子大张口 和生生玄灵果相比 一万枚悬圆丹算什么 而且到时候若是真要动手起来的话 恐怕你们这些人马至少得损失一半 你们难道认为你们的命第一万枚悬圆丹都不值吗 林栋淡笑道 众多古家子弟顿时压火 满脸得兴兴然 然后将视线看向古鹰 在他们的注视下 古鹰带门也是紧皱着 他犹豫了好片刻 方才说道 你确定你的帮忙值这个价格 至少那仙浮师我能够将他阻拦 林栋道 几成把握 古鹰追问道 伤势恢复之后 六成把握 斩杀于他 林栋笑道 那仙浮师精神力虽然异常强悍 而且攻击手段也是诡异莫测 难成程度更剩一些生玄境小称强者 但这种人对于拥有着村室祖父的林栋而言 反而又更容易对付一些 只要实力恢复 林栋倒是有点信心 将那仙浮师斩杀于此 听得林栋的话 也是引起了一些哗然声 就连古鹰倒是略有些变色地将他给盯着 斩杀一名仙浮师 这能耐 就算是生玄境小称的强者都是办不到 这林栋竟然是能够做到 好 如果你真能做到 那我便给你一万枚玄元丹做报酬 古鹰的眼神便换了一阵 旋即一咬银牙 下了决心 听得此话 林栋的脸庞笑容更甚 然后他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伸出手来 先给钱吧